這邊可以確認一下是入住一個晚上到12月15號退房 入住的數字是四位 那是Smoopy四人房 這次入住的房子是Smoopy房是322號房 這是您的房卡 謝謝您 謝謝 耶 我們進來了 問你喔 阿優耶 阿優跟田野長去打旺球了 我們現在在明仁堂花園大飯店 全新開幕只開了兩個星期 哇 非常的新耶 11月底才開的喔 我們竟然可以搶先入住實在是太開心了 哈哈哈哈 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吧 我們進來的地方 好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這次做的是Smoopy的房型 它總共有四種房型 那我們呢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幾號啊 現在是在322 我們現在都是面這一邊的 那它這邊其實有個中品 大概就是JR 對 還不錯呢 而且我覺得我蠻喜歡它這個色系啦 進來是那種木頭的這種 感覺比較像合適的味道 它就是走比較日系的感覺 木頭色系帶的比較多 然後加一點白色 對 那一進來左手邊呢 這邊有一個放行李的地方 我是覺得好奇怪 這放行李的地方是不是有一點小 還是我是錯覺 我覺得其實它沒有很小 就是你可以購攤開一個大行李 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下面也可以放鞋子 然後有付一些拖鞋 像這樣 嗯 沒錯 鞋子我覺得設計在這裡是不錯的耶 這邊有間接光 然後感覺就有幫鞋子找一個家啦 對 然後我們再進來看一下吧 而且跟大家講喔 它整間是沒有地毯的 都是像這樣子 喔這個就是瓷磚啦 木頭瓷瓷瓣 木頭瓷瓣 讚 這我最喜歡的 不過 喔對它外面都是地毯 對這蠻特別的 可是它外面有做一些圖案啦 不太一樣的風格 那這個門它是可以這樣子關起來的 喔~~ 打開的時候整個房間看起來很寬闊 讚! 可是這樣子裡面的洗澡會不會 會被外面的看到啊 還好 所以它才設計這個門啦 而且你一般住這個都會是家庭客 所以我覺得它設計這樣比較開放式也是OK啦 那你晚上洗澡的時候我才偷偷打開 那有浴缸耶 它有浴缸啊 對啊 我剛剛想說飯店現在很少有浴缸 因為它飯店其實這樣子四人房還有浴缸 算大吧 算蠻大 對啊 可是還好 我覺得飯店還是 多多少都還是有浴缸啊 只是說它浴缸看起來蠻新的耶 因為它還開兩個禮拜 它是整個這個感覺這個浴缸稍微就是比較簡便一點 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感 那它這個 是磁磚耶 這感覺不是大理石 沒錯 燃燥石 而且它全部的衛浴都是偷偷的 連蓮蓬頭啊 還有外面的這個像洗鍊盆這邊也都是偷偷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 它用的這些 這是什麼牌子啊 這個墨浴露 這個它沒有什麼特別的牌子的感覺 這個我們真的不認識 這個我之前有用過 它也是走馬邊炒的那個味道 有點像歐蘇丹那樣 可是不是歐蘇丹 它用設計比較內斂啦 然後稍微感覺還蠻低調的 來看一下它的背品 我好像是用3M的牙線棒耶 對啊 牙線棒衛生袋 該有的都有啦 我們看一下 吹風機什麼牌子還沒打開來 你要不要擦一下 Panasonic 伏劑牌的 飛利浦 好 我覺得它毛巾也算附的蠻多的 欸唷 看一下體重啊 體重機耶 可以用耶 最怕那種不能用的 沒錯 而且大家有附一個這個 小朋友就可以刷牙 欸這很方便 讚 我們家目前不需要啦 對 可是這很加分 所以它這間啊 其實是比較偏向親子房啦 給各位看一下 是這樣子的 其實是蠻簡單 它的房間不算特別大喔 這樣看起來 它這個你知道是 如果水這樣子流出來 它會流進去裡面 對啊對啊對啊 沒錯啊 可是它怕房間濕掉啦 對 這樣也可以 看它整間都走一個snooby的感覺 很可愛耶 它snooby的地方很多啦 像玻璃蠻多的 現在大家只有看到這樣對不對 你們等一下看到它房間 可愛 可愛那個不行 沒錯 馬桶是在進來的左手邊 我們看一下喔 馬桶也是偷偷的啊 也是偷偷的嗎 對也是偷 哇這邊有個洗手槽 所以它要 我覺得在這邊大便很舒服耶 為什麼 這個環境可以 就覺得自己大便起來都變文青了 它的房間很可愛對不對 它的房間就是 我覺得大人也會覺得很可愛的那一種房間 它不是那種 那種少女少男那種感覺 對 就是比較穩重一點的可愛風 對 可是小朋友會喜歡 大人也會喜歡的那種可愛 我覺得這個非常推 那snooby用的元素滿多的啦 對 像枕頭啊也是snooby 很可愛耶 這樣子飛什麼神戶 不用飛什麼神戶 不用飛什麼神戶的snooby房間 我們就來桃園 我們就來桃園 看一下這裡有Online Solve有兩個口味 那水 水的部分 全部都是snooby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有點太小管了 喔 對 而且它沒有膠囊咖啡 現在我很需要膠囊咖啡 它的茶感覺都好文青包裝 都第一次看過的那一種 對 這個是什麼品牌啊 不曉得 太瑞戴 太瑞戴 對 咖啡也是派瑞戴的耶 對 都是派瑞戴的 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家自己的茶 不過還蠻貼心的啊 它杯子有四個 嗯 然後再來 冰箱是大桶的耶 但因為大桶很奇怪嘛 很少看到吧 喔 是大桶的耶 很少吧 冰箱裡面有什麼 冰箱有 保管力可樂水 欸水在這啦 有大瓶的 那可以 喔對 不然那個水太小瓶了 對 可是它這個大罐水就沒有snooby了 其實我也是比較喜歡這種飯店的設計啦 這個飯店的設計就是這邊沒有什麼大的櫃子 所以你會覺得這邊的空間會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算什麼 貴妃儀嗎 這個我喜歡 我晚上我就要躺在這邊裝文青 然後看書 可以吧 可以啊 而且這個燈啊 有snooby 對 幫我拍張照 喔可以了 這邊還有一個桌子 這桌子真的非常的可愛 而且它這邊有寫一張小卡片 為什麼 他說親愛的新店蔡依林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呢我們決定了要送你一個小禮物 在你離開房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你喔 哪是這樣子 真的會騙你 他寫親愛的寶貝啦 我就是啊 他就小朋友你來就對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玩 欸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桌子好特別 這個是主樂膏的啊 然後 這個是拼圖 我跟你講這桌子不錯欸 啊樂膏在哪裡啊 下面 喔它底下還有附樂膏喔 下面 然後你就可以拿樂膏 放在這個桌上玩 然後可是呢 如果你要走的時候 你很棒 表現得有收好的就送你禮物 喔 欸我覺得它這個清脂肪就是 感覺是比較內斂的啦 是不是很用心 就是有一些真的細節是給小朋友的 可是它看起來真的又沒有那種 太兒童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 然後你小朋友就可以在這邊這樣 嗯 煮積木 你覺得這是適合幾歲的 適合 所有的年齡層啊 我也可以 我覺得跟你說 老公 我煮一個餐寶 送給你好不好 我好酷喔我要走了 剛剛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煮 小朋友可以玩 我覺得是不錯啦 對 然後 很用心 我發現它有一個這個 這個也是比較少看到這樣子 它床頭的始終是一個白色的這樣 然後還有兩個USB的插座 齁這個也蠻好玩的 這應該是腦中吧 看看看 啊上面還有一個 喔這個是 切換 它的 亮度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有陽台 我們還沒出去過欸 出去一下 欸它這樣放這個角度不對邊欸 可能因為這個桌子啦 欸對面也可以看人家種菜 哈哈哈哈 出來之後這邊就有一個可以休息的空間 這個不錯啊 陽光這樣灑進來 風吹起來涼涼的 讚 沒錯 現在是晚上的9點04分 阿悠借了一個棒球 它這間啊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其實是蠻友善的啊 有很多小朋友用的設施 像這邊 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年齡我覺得在五六歲左右比較適合 就是你看 那邊有一個就是可以搬家家酒啊 還有一個就是滑梯 然後左手邊那邊還有一個攀爺 那這間是幼兒遊戲室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走 這邊有一個棒球的體驗 阿悠現在正要進去 這邊讓小孩子消耗土地這樣 還不錯 然後接著我要去隔壁運動 隔壁剛好是健身房啦 今天差點已經在那邊健身了 我也要去運動一下 這邊一台拉筋的兩台腳踏車機 那這邊有兩台跑步機 然後這是一台橢圓機 然後它的牌子都是很好的牌子 是Live Finish 它剛剛有一個功能咧 什麼功能 它有一個功能 它是可以連Apple Watch的 那給幹嘛 可是要有NFC感應 我運動完了 現在已經晚上十點了 然後健身房也是開到十點 龍潭這邊真的比較冷一點 他們都在房間 欸 上面有個Smovie 龍潭 不是十點打烊嗎 對啊 十點打烊啊 可是現在十點十五了 十點十五 因為 我去 老師講 有個妹一直看我 然後 我一直看她 再給你一個機會一下 可以好好的說 然後結果我發現 你剛剛去哪裡 她只是一個小女孩 你看 真的真的 小女孩 再給你一次機會 剛剛十五分鐘去哪裡 你偷買啤酒 沒有啦 我沒有偷買啤酒 你是不是要我偷買啤酒 這附近很難買啤酒 等一下 Lounge bar24小時 那Lounge bar 那等一下我們去樓下會見 Everybody 那你先 你先把他們兩個弄昏 沒辦法我們再看卡通 劇情真精采 沒辦法 我們現在去洗泵泵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 接著一起來 看我們洗泵泵 好啦 沒有啦 接著我們要去吃早餐了 就明天早上見啦 掰掰 我們要去吃早餐 可是我們昨天晚上原本 是想知道吃素食 後來想想算了 吃素食的橘售 不吃柱子的橘售 不吃柱子的橘售 我沒說我都會有 好啦 我們要吃早餐了 那早餐啊 跟我們昨天的宵夜是一樣 昨天我們的宵夜啊 沒有錄一些小影片 有一些飯店的細節的介紹 在我們的生活頻道 我把連結放在底下 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今天一樣 早餐是吃他的 安達西餐廳 現在的它的蛋蛋怎麼樣 它的蛋蛋等滿久 我已經吃完一整盤了 它現在才上蛋 肚肚比較慢一點點 這樣好不好吃呢 我覺得它東西都滿好吃的 你看我的 它的肉滿多的 聽說這個紅酒燉牛肉很好吃耶 我剛有諮詢過我們今天的來賓 來賓請問你今天早餐滿意嗎 都很滿意 出了兩項 它上面其實是黑糖奶酪 上的是白糖奶酪 第二項是上面有燒麥 可能沒有燒麥 就這樣 它第一輪的東西 清空了之後補的 是不一樣的 嗯 沒錯 它說的是這個意思 我剛剛幫它翻譯了 可是我覺得它東西滿好 這家料給的很實在 如果自己煮紅酒燉牛肉 也就是像這樣啦 肉比紅蘿蔔多的那一種 對 我是覺得它以一般的商店來講 它的種類不算很多 可是東西都還滿實質的 東西都很實質 非常實質 肉很大塊 很大 就像媽媽在家煮的那一種 今天早餐1到10分 你可以給它10分 今天早餐1到10分 可以給它9分耶 我也可以給它9分 喔 這麼高分喔 因為第一你看 就是 我覺得東西當然是符合口味 再來是我覺得它給的算很大方 然後再來它葡菜補的算滿淺的 嗯 好吃 我覺得它東西不錯 很會 這邊是它的游泳池 可以看到這一顆棒球名人堂 然後它比較貼心的啦 它這個水溫阿就是算是沒有很熱 可是就是算是溫水 是保留在26.9度 所以摸起來的水溫阿是有點溫溫的 然後我們要離開了 因為真的住兩天一夜有點太少 下次如果有機會啦 下次如果有機會啦 如果說等熱一點 等夏天 我覺得這個酒店阿 可以住個三天兩夜 蠻多東西可以玩 阿要借過一下 謝謝 我們在照網美照嗎 你...呃... 你要不要吃球 這邊阿 如果要照這顆球阿 這邊比較不會跟別人搶 給大家看我老公照這什麼 很漂亮嗎 非常美 請問一下這什麼意思 這是... 這什麼意思 好啦說一下我們要離開了 推薦這間酒店嗎 說一下他的感想吧 我個人是覺得這間飯店我還蠻喜歡的 我希望就是台灣的飯店有更多更有特色像這樣的飯店 很棒 大推大家就是都可以來找一波 而且我覺得它的CT值算不錯啦 價位合適 然後算空間阿各方面來講都還蠻大的 對因為它的價位我覺得算是很合理 那也有把自己的目標族群 跟它的特色都做出來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對然後我自己講一點心得啦 其實這間酒店 它比較屬於不花俏的酒店阿 就是你看喔 它的各方面的顏色阿 除了這顆球 是比較算是新的亮點 它的顏色 各方面來講都是屬於比較 就是可以長長久久的顏色 即使是Snooby的房間 也都是非常低調的鋪陳 好啦今天影片結束阿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跟社團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